上海和北控的比赛火药味十足 甚至两队的垃圾时间依然不放弃出手 郭浩文更是在最后来上了一击扣篮 而比比赛本身更吸引眼球的 无疑是双方主帅在比赛中和比赛后的隔空对骂 而这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十年前 老马和李春江在总决赛里的经典场面 当时马不抵在一次上篮中的恶意上腿动作 引发了他和布鲁克斯的冲突 而广东队也对这个动作非常不满 时任广东队主帅李春江指导 一三到一四赛季 已经成为广沙队主帅的李春江指导 在机游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再次遇到北京守刚 老马和李春江的再度碰面 也让伍克斯中想起了漫天的徐生 时间来到19年11月 已经成为北控队主帅的马不里 再次率队击败广沙 比赛结束之后 马不里在中线等候了足足15秒的时间 李春江指导在非常不情愿地 从替补席缓缓走过来握手 今天双方再次一言不合就开骂 看来之前的世纪和解终究是逢场作戏